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平安 我们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 奇妙的竹类 Fantastici Agones 那我们的小题就是 是朝圣的竹类 Fantastici Agones 我们同心来祷告 Tubayamon的天父我们感恩您 谢谢您 随时随刻 随时随地 在主您恩典的创造里面 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时常的救赎我们在悔改里面 借着圣灵的同在 时常的引导我们 进入你的恩典 愿你自己就在我们的中间 掌完全 居首位 让主你自己的声音 来向我们说话 总要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 就是彼得前书一章一节 诗篇六十七篇二节 一百一十九篇十九节 使徒行传八章四节 西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 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 加拉太 加帕多加 亚西亚 匹堆尼寄居的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我们知道千和的生命 往往都是隐藏在 自由 永有的上帝里面 而我们深深的知道 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意义 为了彰显全能至高者 在我们生命中创造的作为 救赎的作为和真理的作为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中有奇妙伟大的神 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职业上来荣耀他的名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奇妙的执事 是一个圣洁的法则 是一个生命的传播 是一个恩典的教导 使我们都能明白真理的可贵 成为我们生活的典换 不但这样我们更愿意这样的美好恩典的创造 救赎的恩典能使万国万邦都晓得上帝的慈爱的预备 恩典的救赎和使我们一生一世能活在他永恒的爱里 这就是福音的大能 这就是为什么神为借着主耶稣 为我们披上那种尊贵 威严复佛的大能力在我们的生活中 所以他的目的是要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在四篇六十七篇第二节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奇妙的执事 为了彰显神奇妙的作为 所以我们来读经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 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泰 加帕多加亚西亚 匹堆尼寄居的在彼得前书一章一节 那我们就知道第一个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 Pedrus Apostro Jesu Christ 耶稣基督就是救赎主 就是弥赛亚 当彼得在这里讲说 我是受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的时候 这个使徒的原文 Apostro就是被猜浅的 不是他主动出去的 而这个被猜浅的意思呢 就是他被委任 被委任传福音的使命 而当他在讲说 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的时候 在初期的教会 当你宣告我是耶稣基督使徒的时候 我是给人家带一个括号 就是怎样 是一个背叛者 是一个怎样 是一个在那个时代的时候 是人家要被受逼迫的 是违背犹太教的律法 其实呢 这都是人给他们放下去的 因为使徒的职份本身 就是要先配下自己 然后来跟从主 所以当一个人宣告 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的时候 他是已经放下他的一切 他在跟随耶稣 耶稣成为他生命的典范 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供应 耶稣成为他生命的引导 生命全然的摆上 一生的跟随主 所以在耶稣的门徒里面 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子做的 他说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 来跟随我 而这个十字架 不是我们自我的失忆 血气而人意 而是跟着主 背上十字架 就是放下自己 到成肉身的 将自己放在上帝的面前 为了彰显救赎福音的恩典 使众人得知上帝的道路和慈爱 所以这是一种信心在真理 在生命的主里面 而受猜浅的 是出于主 本于主 跟随主 而且是荣耀主 所以初期的教会 耶稣基督的使徒 每一个人 他们都把他们的生命 制住度外 为了让更多的人得了福音 所以他们完全把他们交在主的手中 跟随主 见证主 而在这个时期 耶稣已经升天了 而十二个门徒分散在各地 所以他们在那里 来见证福音 鼓励信徒 安慰信徒 建立生命的道路 所以彼得前书 是彼得年老在巴比伦 也就是当代的罗马写的 当时信徒分散在各地 处境非常困难 生活都很贫穷 而又常常受那些反对者的毁谤 悟空和迫害追杀 当我们说是反对者的毁谤 也就是说 其实他们没有在传异教 但是他却说他们在传异教 他们没有在背叛 但是他们却悟空他们 追杀他们都是因为嫉妒 为看他们能行神迹 都是因为犹太人 对他们的嫉妒 还有对耶稣的反对 所以出使迫害多半说是来犹太人的仇视和记恨 是一种涂抹反邦政府的组织 这就是一种毁谤 而且呢 所以因为这样 阿罗马政府今天就怀疑教会 而且恒加的干涉和攻击和破坏 那我们就可以处到当时彼得十二个门徒 就在那个时期都是为福音而上升的 那我们知道呢 彼得在他年老的时候 他呢 就知道信徒也是处在这样一个受敌视的环境中 经常受人的恐吓 误靠 神讯 被抓 而且处于极度的逼迫 所以彼得就写信 给那居住分散在罗马各地的信徒 也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五个地方 劝勉他们 安慰他们 建立他们的信心 效华主的榜样 所以呢 第二个我们来想说 分散在各地 也就是说分散在各地 我们知道写信给那分散寄居在各地的 我们知道那其实eclecti的意思啊 就是被拣选的 那这里来告诉我们 Balabitimis 也就是说寄居的 被拣选寄居在各地的 那我们就知道这里呢 一个很清楚的是说 被拣选寄居在各地的 也就是那些都是大部分都是外邦人 都是因为呢 阿门徒分散后 阿传福音给他们的 那些外邦人呢 他们信主的时候呢 多多的受逼迫就多软弱 所以阿保罗阿十二个门徒阿 就常常写这书信阿 我们就可以从新约的教会 保罗写了十三本的书信 还有彼得约翰阿 为了要来鼓励那些信主的犹太人 还有那些外邦人信主的 而在这里呢 大部分呢 分散到各处了呢 都是外邦人 所以他说 Diabolus Buntu 就是说 你们被分散在各地的 被拣选的 寄居在各地的 族内的兄弟姐妹们 Diabolus Buntu 分散在各地 那我们知道 为什么他们分散在各地 因为他们因为工作啊 因为环境啊 还有因为受逼迫啊 他们就分散在各地 我们就知道 在史提法时候呢 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 十二个门徒都被打散了 那么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地啊 去传福音啊 那么我们知道 当时信徒分散是因为 逼迫还有受攻击 不是他们有犯什么错 他们没有犯什么错 他们就是为着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生命 真实的得到救恩 看到这种生命的宝贵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那时候我们知道扫罗残害教会啊 但是我们知道 当扫罗呢 他悔改生命 重生的改过的时候呢 扫罗又名 变成保罗 那么保罗呢 被圣灵充满他的生命悔改了 宣教就怎样 心开阔了 宣教就从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 犹大全地 甚至就传到地体了 传到罗马了 传到西班牙 传到欧洲了 直到今日传到整个世界 而且 而神呢 使徒呢 分散在各地呢 啊 就传福音给外波兰在各国 那么呢 教会扩张就在各神各地各国 而且怎样 流传在众邦国 我们现在都能听到这样美好的福音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分散在各地呢 是为了什么 为了第三个就是福音的扩张 人的意思虽然是不好 但是神的意思是多么样的美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福音的扩张 所以我们就知道福音的扩张 在本都啊 加拉太啊 加帕多加啊 亚西亚 必对你寄居的 福音这个逼迫 就分散在各地 那我们知道这五个地方就是以前 属于罗马的五神 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分散呢 不是分内 不是分争 不是争闹不合 分散呢 是从一族到万族 从一处到各处 从本地到各地 从本国到各国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新约使徒行传 教会历史来告诉我们 所有分散的目的 为了使福音的扩张 而所有的书信呢 不属于一个族群而已 而是属于整个世界 今天我们借着这样新约的书信 我们分享 我们能感受 我们能经历 那宣教的扩展 所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建立 所以一个被差遣的使命 是给万国万邦万主的 为了要来彰显神伟大的作为 他创造世界的目的 他救赎世界的目的 为了要让更多人看到永生的生命 所以我们知道 现在有很多恩典的欢迎 不同的语言散布在各国 我们能很自由的得到这样的资讯 享受这样的资讯 而且来认识这伟大的救恩 都是以前那些人 他们以生命的付出 以生命的流露 把这样真实的生命流传到今天 在我们每一个人 不同的生命里面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语言 和不同的族群 而各从其类的 分散在各地 寄居在不同的地方 虽然初期的教会 彼得在写这一信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我们今天 这个福音的扩张 但是借着生命的流露 生命的传递 一直到今天 而且我们也相信 直到世世代代 直到主的来临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上帝没有要地上的教会 在同一个地方敬拜 他容许借着分散在各地 不满在遍地有更多的敬拜 让更多的人能得见上帝的福音 上帝要教会在耶稣基督的十恩宝座前 这样来敬拜 在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神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他救恩的人 我们都可以举所来敬拜 接受福音的大能 来除去一切罪恶所伤害 所以我们就因着这样的福音 因着分散 而得到更多 使更多的人得到生命有光照 藉着真理来照亮我们的人生 胜过世界黑暗的苦败 所以我们就看到 当贝德在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的期待 不管在任何的世代有任何的逼迫 不管是宗派的逼迫 宗教的逼迫 或者政治的逼迫 都不能超越神恩典生命的光照 神恩典生命的救赎 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这是一个奇妙的族类 这是一个生命的族类 这是一个和平的族类 他们的生命中上发着爱 恩典 救赎和恢复 所以他们是以心灵和诚实 同心合一的来见证 主的慈爱 分散的目的 为要传扬 十字架奇妙拯救的大爱 分散的目的 就是要让世界得知它的道路 万国得知它的救恩 所以圣经上来告诉我们 使徒行传第八章世界 他说那些分散的人 都往各处去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是为了分争而出去 我们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出去 我们不是为了世界上那种虚荣的职位 而我们是怎样 那些分散的人 都往各处去传道 Hallelujah 我们分散到底 我们分散出去了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工作 你的使命在哪里 神对你奇妙的呼召和指示 你在哪里 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些分散的人 他们照着神所拆派的 所被拆拳的 在各地聚居 但是他们在各地那里 见证神的恩典 彰显福音的大能 在各地传道 使更多人得见神的救恩 第四个 朝圣的族群 朝圣的族群也就是寄居的族群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是暂时的 他们是暂时寄居的 我们知道寄居呢 这个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暂时的 瞬间的 短暂的 也就是说我们寄居在这里呢 我们的人生只是今生而已 而今生呢就是短暂瞬间的 一百年 我们的人生一百年 已经就是很多了 但是你看 世世代代是几千年 几万年的留下来 我们在这短暂的里面呢 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 朝圣者的心灵呢 也就是说 我们朝圣 也就是说 我们虽然寄居在这块地 我们有一个新的家乡 我们盼望一个永恒的家乡 我们在这短暂瞬间的时间 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目的 我们有一个生命的目的 我们有不同的向往 我们有不同的寄托 我们有不同的心态 我们知道智慧的心 晓得我们在这短暂的时刻里面 我们要来拖之永恒 我们知道我们每时每刻 我们都可以随时的分开 我们都可以随时的 不再见到我们所爱的人 所以我们每时刻 我们都会给予爱情 我们看重生命的同在 所以不管我们有在卑微的环境里面 比如初期的时候 他们在受逼迫在贫穷的压力 经济的压力 政府的压力的时候 他们带着上帝的奇妙 带着上面的慈爱 来面对着他们的人生 来传达着爱的信息 使到我们今天能够一起的享受到福音的祝福 这是多么奇妙的恩典 所以为成就了救恩 为了明白救恩 为了高举救恩 为了建造生命 初期的信徒们 门徒们 使徒们 他们把这样宝贵的福音留下来 为了带领 我们离开暂时的环境的苦爱 还有罪恶的欺骗 所以他们的心 向往着永生 而他们把这永恒的生命 带到我们的中间 使我们也能明白永生之道 而让我们能天天的也学习 敬畏的学习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学习 都是那些信心的伟人 为把他们 抛弃了他们的生命 所留下给我们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就求神让我们能明白 在诗篇119、19篇说 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藏你的命令 我们真的是恳求神 让我们在这寄居 短暂瞬间的光阴人生的岁月里面 我们能真正的能求主 告诉我们 不要向我们隐藏他的命令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好让我们能向真理的道上奔走 求主开通我们的心 好让我们能接受真实的福音 好让这样生命的传神 一代一代的 能经历神永恒的救赎和恩典 所以我们感恩主求神 让他向我们彰显他的命令 求神让我们的心能明白他的慈爱和救恩 在我们每个人生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是寄居的时期 我们短暂寄居 要接受救恩 要生命的珍惜 让我们在生活的考验里 能留着信心的传喜 信心的承受 而我们能借着这样的承受 来传到我们的下一代 在我们的世代 特别在这天灾地变人祸 日日加征的时候 而让这奇妙的救赎 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 成为我们永恒的持续 成为我们永恒的见证 在我们短暂的旅程里面 我们都来经历主 给我们平安的安息 我们可以好好的 当我们劳碌放假的时候 我们能安息在主的救恩里面 而在这飞速的岁月 当我们过去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赞扬永生的气息 我想这就是以前的使徒 他所留下给我们 今天我们继续要传讲的生命信息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里 本没有长存的城 乃是要寻求那将来的城 在希伯来书13章14节 是的 我们今天的努力 为了要来彰显神的救恩 我们就知道将来 我们的儿孙将来的世世代代 他们同样的 要来跟我们一样来见证 神给我们生命永恒的气息 是多么的宝贵和真实 愿我们家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也能早早的 找到这样安心的国度 生命的永恒 我们同心来祷告 慈悲阿姆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愿你自己彰显你的座位 匆匆满满的 浇灌在这末世的世代 让更多的人得见你的救恩 看见你的慈爱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阿们 谢谢啊